被骗的他们都当下都不知道自己被骗 远景哭口婆心 原来眼前这名蓝衣男子到银行柜台要领280万元 这金额太高引起行员注意 解释是要给儿子用的 就怕他们父子两都被骗 立刻通报远景到场 怕你儿子被骗 讲的斩钉截铁说儿子不会被骗 警方调查年约60岁的父亲退休之后从事保全 说还在读大学的儿子最近加入赖群组 里面的老师说儿子又偏财运 但是孩子拿里来的钱转而向父亲求救 没上了这名爸爸听完竟不已有他 跑到银行要领280万让儿子投资虚拟货币 索性警方戳破谎言阻止骗局 但诈骗猖獗无所不在 另一头同样也有人遇到骗子 一名黑男子坐在机场大厅 看到一名戴着白色帽子的人 随即招招手请他坐在旁边 事实上这名黑男是差一点就被骗的 年约30岁的田先生 日前在网络上认识一名女子Elly 两个人聊得来 对方匡称要来台湾约见面 但是入境台湾 携带超额现金被扣留 必须要缴1200元美金的罚金 相当38000台币 对方向被害人求救 希望男子用虚拟货币来转账 但田先生没有虚拟货币账物 嫌犯随口改面交 被骗人采金局拿有罚金 是由面交来缴纳的 因此到松山街上的服务台咨询 便宜刑警随即在周遭埋伏 最后联手逮捕车手 虚拟的Elly恐怕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TV欢迎接下来台湾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